爱是一种选择 也是一种承诺 只要我们心相随 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对与错 爱是一种选择 也是一种承诺 只要我们心相随 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对与错 不知你是否记得 我们都曾苦苦等待过 有过迷茫 也曾有过困惑 因为那是年轻 不知道是对是错 我们都曾苦苦思索过 多少心酸 伴着多少失落 因为有过坎坷 才爱得这样执着 思琳 冯总是不是回来了 你怎么了 方姐 你总算回来了 公司出大事了 司令 你先别哭 到底出什么事了 今儿 肖哥还没有从机场到公司 那个姓吴的就宣布 打今儿起 公司跟陈老总 跟肖哥一点关系都没有了 什么 他当了总经理 公司归他 你那个前任老公也是为副总经理了 公司所有的员工都在等着呢 那个姓吴的 还有你那前任老公 在办公室里商量着公司员工去留问题 一会就宣布了 那冯总他人呢 我也不知道 他把东西全交了 方姐 我看 肖哥这一下台 我这白领丽人的生活就过不成了 没准你还能留在公司里 可我呢 只好去那些街头小饭馆 和那些外地打工妹 再去给人家端盘子了 电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开会了 开会了 方主管来了 来得正好 公司里有些事啊 马上宣布一下 我说方小玉 你还低着头 站在这老板桌前发这么呆啊 你还不知道吧 这个位子的主人恐怕就要换了 我说你们卑鄙 特别是你 彭东东 你为虎作娼 你还有过去彭东东一点影子吗 你简直连做人的最起码的良心都没有了 你太让我失望了 方小玉 你给我站住 大肚子 你大肚子 这女人嘛容易感情用事 让她嚷嚷两句 哭一场也就过去了 别跟她一般见识 咱们抓紧时间 赶快宣布正事去 哎 哎 东东 哎 这事啊 早宣布 早完事 啊 不是 啊 哈哈 也好 既然大家伙已经出来了 那咱们的短会就在这开吧 啊 我呢 再强调一下 从此我们这家北京公司 已和整个达威集团脱离了产权秘书关系 它变成了一家纯粹的国营性质的公司 至于再改造完成股份制 形成有限责任制 那是下一步的事情了 啊 我们知道 大伙关心的并不是这些 啊 现在 社会上失业下岗的人不是少数 我也在想啊 大伙都不容易 啊 所以呢 我就跟彭副总经理商量 呃 决定呢 不搞一朝天子一朝臣 任人为亲的一套 啊 现在 我宣布 所有的员工都可以留下来 而且工资待遇和职务都保持不变 啊 我们 任人为邪 希望大家伙呢 齐心协力把我们的公司搞得更好 啊 好好好 啊 哎 大伙 都愿意留下吗 便 愿意愿意愿意 啊 OUT 小移 你这是 方主管 你这是 祝贺你们二位 大功告成 这两样东西请你们收好 方小玉 我劝你不要制造造烟 那彭副总经理 你替吴总经理 把这车钥匙和手机收起来吧 方主管 我劝你不要冲动 要三思而行 我知道 你在公司工作得非常出色 在公司上下 赢得一片赞誉 但是 我要提醒你 你走出这个门 可就没这个坎了 是吗 吴经理 谢谢你对我的提醒 吴处长 你真不愧是玩全数的高手啊 你到底让我看清了 你这位彭东东哥们的真实面目 再见 再见 大伙儿还有像方主管那样 愿意离开的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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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离开 陈小姐 我听说 你跟咱们前冯总 是老邻居 好像还 那个什么 怎么样 你愿意为你的肖哥 牺牲眼前的工作吗 嗯 那好 既然 大家伙儿没有愿离开的 那就 散会 老邻居 老五 嗯 我得去找方小玉 把该说的都跟她说清楚 哎 哎 东东 陈小姐 陈小姐 像你这样 人长得这么漂亮 出门办事 一定得有部手机 那才般配呢 啊 呃 那这样吧 你如果需要呢 跟我讲一下 我去给你买部新的 好吗 对你刚才的举动 你给我一个明确的解释 你不是不相信我会放弃这份工作吗 我现在放弃了 可惜 不是为了你 而是 为了冯霄 方小玉 你知道我为什么跟你离婚吗 我现在跟吴光丽走进这所大楼 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 我甚至可以说 是为了你为了我们的可疑 也可以说 是为了挽回我们的感情 你知道吗 是吗 难道就用这种卑劣的方式 要是这样 你就枉费了心机 再见 你站住 方小玉 你还想不想做可疑的妈妈 你难道卑劣的 哪可疑来威胁我吗 我清白无辜忍气吞声 默默接受你强加给我的离婚条件 我虽然嘴上说不会原谅你 可心里无时无刻 不再盼望你能有醒悟的那一天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你连一丝半点的回屋都没有 反而越来越堕落 还心甘情愿地成为别人身后的小丑 你还沾沾自喜 听得意 你知道 这座大楼对我意味着什么吗 那里有我流下的汗水 和我付出的劳动 我这个软弱无能的女人 靠自己的努力 得到了鲜花和掌声 使我重新建立起来做人的勇气 这一切都让你和你那个人事处长给毁了 我心里对你最后的一丝希望 也没有了 我们之间 彻底结束了 你回到你那位人事处长身边去吧 小玉 小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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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早就在窗口上看见你了 来来回回地走 就好像要走完一次漫长的人生旅途 领芝 我 你不用讲了 我猜到了发生什么事了 你不就是想告诉我 你彻底失去放小玉了 领芝 你怎么都成了半仙了 还是喝你的碧罗春吧 领芝 你好像烧了什么东西吧 是托福成绩单 托福成绩单 下来了 怎么没通过 不 托福的成绩是通过了 只是我自己的考试 没有通过 你的考试 我要是告诉你 我放弃出国了 你会吃惊吗 什么 放弃出国 是的 我打算从头开始生活 今天我不想充当你的对讲机了 既然你终于鼓足勇气 走到我面前来了 那你就携耳恭听 关于我的故事吧 你的故事不早讲完了吗 等等大班长 求求您耐心听下去 十年前那个星期天是个错误 你不敢爱上方小玉 那个婚礼应该是属于冯霄和方小玉的 而你和我 是应该成双入对的 出现在婚礼上的宾客 你知道吗 我 我爱你 来 今儿晚上 全党小弟对大哥略表一番敬礼 咱们输生意 不输人 小哥 合着你刚才话里的意思 是从大机关里撵出来的那帮 吃闲饭的主 到公司里抢地盘来的 对不对 陈老总 出于无奈 所以出让了北京分公司 可是 不说这些烦心的事了 我不怕 大不了在东山再起 我知道 你不在乎这个 可方小玉呢 你总在乎他吧 你就打算 这么让出地盘 成全人家夫妻 现在 他也该知道了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大不了同情我一番 然后再跟彭东东复婚 去那我回北京开公司 做了一回好人吧 那 还有一个人呢 林子怎么办 不知道 反正我这个 老邻居当大哥的 是无能为力 他信无的 要是能够留他呢 就把他留下 不留呢 就把他弄在你身 小哥 你知道 林子一直憋着想跟你吐什么口吗 你还记得 在他十三岁的时候 在咱大院里 说过那句孩子气的话吗 什么话 他说等他以后 长大了 嫁给你 怪不得他几次见我 都吞吞吐吐的 喝着想拿这话 跟我当真话说 看着号码 我不认识 那就把他关了 甭紧了 今天晚上 咱哥俩 敌嘴放胸 来 来 我想做一个真正的女人 我想生一个孩子 我想要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 我 我还有什么可爱之处 我是 我是一个废物 我已经没有能力 许诺给别人幸福了 你别看我走进了公司 还被封做什么副总经理 手机也有了 汽车也有了 可这都是给人跟包画来的呀 不 你依然还是那个处处关心别人 你说话就脸红 对工作一丝不苟的大班长 不 不是不是了 从今天起 我就是一个玩弄全数 坑害别人的罪人了 我完了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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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你抬头看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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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灯灯 不 灵晨 我 我 我实在是 没脸爱你 我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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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做梦 创念鬼了吧 冯萧 我在这整整等了你一个晚上 打你手机你不接 最后还把手机关上 弄了半天 那电话是你打的 自己有手机不用 我怎么知道是你的啊 等了我一个晚上 什么事啊 冯萧 对不起 下一次请客 就是为了你的官迷 这一次 等了我一个晚上 就是替他说一声对不起 好了 你可以走了 回去开你们的夫妻店去吧 啊 冯萧 你没事吧 少给我玩你的同情心 滚 我烦这个 送给你一个人 你去后一个人 走 你 Enlightenment 你不服开我 送你去 你还是想呢 你去救我 我说你帮他 你快点我先魔忍 我要帮你帮你帮我 求求你 十年了 我多么疼忘能有一天 你能像当初爱方小玉美啊 勇敢的也走到我家来 向我说一声 你爱我 这一天 我等了很久 很久 东东 求你别走 留下来 就让冯香和方小玉他们好去吧 让我们重新开始 好吗 冯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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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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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这么简单啊 经常还以方便面来冲击对付 我真不敢相信 我这是站在一个大款的家里 你觉得奇怪对吗 谁让我 出生在一个杀猪人的家庭呢 在别人的眼里 都看惯了 我一只千金的眼 可实际上 搁我自个儿这儿 几块钱一碗的方便面 我都觉得是奢侈 我爸爸活着的时候 两毛五一包的方便面 都舍不得买 伯父要是活到现在就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我可不愿意让你看到我现在这副样子 走吧 走吧 搜索 你头疼的老毛病犯了是吧 你看这是你落在办公桌上的药 我都大麻烦了 我把它拉到药 再找หนys了 你给我把你帮你找到 你不为之这张 你把你帮你帮你帮我 记得把你帮我 你把你帮你帮你帮我 我说方瑶玉 你这是何苦呢 也好 既然你上来了 那你就看看墙上这个人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他曾经偷偷的爱过你的母亲 这我知道 这也难怪 你母亲年轻的时候 长得和你一样漂亮 爱她的人太多了 所以我们之间 也不可能有什么结果 我呢 已经认命了 你还是走吧 冯香 我知道 好了 我知道 你心里放不下你那个丈夫 我不需要同情 你快走吧 我不是同情 哎呀 好了好了 就算你不是同情 你作为老同学 在这个时候来看我 能想着我 我知足了行吗 我说你走行不行啊 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我现在听你的劝告 我决定找一个女人 踏踏实实的过日子 我不再做梦了 冯香 我 好了 我头疼不送了 以后我们俩再没关系了 我明天下来 我还能带着我 你做梦 我 以后 我 就能来 生日快阳 爸 皇后儿子听你的全告 认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这是 从现在的结果来看 很可能我也被那小屋利用了 老鹏 真是的 讲了一辈子的原则 老了老了 没有权了 反倒痛失晚劫了 爸 您也别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 你那封推荐信只不过起了一个引荐的作用 这吴光离境公司 他动用的关系可多了 东东 你昨天晚上上哪儿去了 你没回这儿 家里也没人接电话 妈 可以起来了吗 我去看看他 东东 东东 你怎么又来了 你 林子 一大早就来找小哥 有事吗 我昨天晚上 想了一整夜 就想今天过来 跟你说句话就走 不知道 你要不要听 说吧 你不是 早就有话要对我吐露吗 我现在 想听了 小哥 我知道 你现在 现在一定 非常的难过 小哥 你想要我吗 我现在 林子 我 我 我 小哥 林子 小哥 我 我 还是想听你说 当年的孩子气的话 林子 你能对小哥 当真再说一次吗 我 我 我 小哥 我对不起你 我现在才发现 自己是个多么自私的女孩 是个多么自私的女孩 无法像方姐那样 为了你而抛弃现在白领丽人的生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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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什么 像方姐那样 方姐已经把车钥匙和手机都交了 辞职 离开了达威公司 小哥 可是我真的没出息 小哥 小哥 你别走 小哥 可以啊 这两天没画画吧 没画 是下一次啊 我带你去百鸟园 咱们好好画 妈妈 可以 妈妈 你怎么会在这 我这个母亲 能和女儿说几句话吗 可以啊 自己先上学去 爸爸不去公司了 爸爸去办点事 听话 怪孩子 爸爸再见 再见 妈妈 可疑 可疑 妈妈想你 想见你 在爷爷奶奶家好吗 可疑你怎么了 妈妈 妈妈 你和爸爸永远不能和好了 是吗 这是爸爸说的 恐怕是这样 爸爸也不知道怎么了 大早上才回到爷爷奶奶家 坐在我床头上掉眼泪了 他还说 他现在连你也对不起了 他说连我也对不起了 那他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我不知道 反正我听奶奶说 昨天晚上很晚往咱们家打电话都没人接 奶奶问他 他也不说 对了妈妈 你不是有几句话要对我说吗 是啊 可以 你现在还太小 有些事情你还不能完全理解 妈妈想做一件事 又怕以后你怪罪妈妈不理妈妈 妈妈什么事啊 是必须做的吗 是的 是必须做的 那你就去做吧妈妈 我永远不会不理你的 反正我知道 你跟爸爸离婚 是他对不起你 我永远都向着你 可以 妈妈谢谢你 谢谢你 能够理解妈妈 嗯 妈妈 出来了 你自己去上学吧 妈妈不愿意看到那个伤心的地方 妈妈 妈妈再见 星期天别忘了来看我 妈妈再见 当心啊 爱 我来看她 我来看她 我来看我 我来看你 我来看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天辟的那时期 世上有男也有女 演绎出多少动人的故事 人间才会变得这样多彩全力 无论是潮起潮落 无论是河洞或西 现代的女性都希望自己 承担自己 好只寻觅爱的真谛 把情埋埋在心底 是亲情有情和爱情 把男人和女人练在一起 练在一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